大家好 我是阿芬 今天我們良緣感到非常高興和榮幸 可以邀請到資深大巾阿斯街 阿斯街會和我們作出一個分享之外 還會幫我們解答種種關於傳統婚禮的問題 首先多謝你 阿斯街 多謝阿芬 大家好 我是Sky 我做了大巾都有9年 多謝阿芬今天邀請來和大家分享 事不宜遲 今天我們第一輯將會探討的話題 就是過大禮 Sky 其實我們首先講講的就是 關於過大禮背後的意義 因為我發覺現在很多年青一輩 除了不理解過大禮的意義之外 還有對提親和過大禮的儀式都有一個混淆 或者在這方面你可以和我們解答一下 本來新人他們準備結婚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提親 提親是第一步 提親是第一步 就會約雙風父母出來見面 然後將雙風父母的身神伯子 和一對新人的身神伯子 交給一個師父 所以師父就會將他們的身神伯子 集好日子 結婚的好日子是何時 所以我們會準備到龍鳳粥 龍鳳香 或者是椰子 所以準備了所有的用品 我們就會去內加度過禮 Sky 其實我都遇過很多新娘哥 都有問過我一個問題 其實過大禮的儀式 是應該跟哪一家人的風俗 或者是跟哪一家人的籍貫來舉行的呢 因為現在不要說有跨籍貫的婚禮 甚至乎都會看到是跨民族的婚禮 應該是跟哪一家人的風俗 而舉行這個過大禮儀式 如果在中國來說 我們的傳統就是會跟南方的 南方是因為我們叫做主人家 對 所以一般上 好像我們以前的人說 嫁雞又隨雞 所以一般上我們會 旅方會跟南方的風俗來行 OK 其實我都想分享一下 曾經我遇過一個新人 那其實是怎樣的呢 那男家就是 來自檳城的福建人 那女家就是來自吉林波的廣東人 那你知道廣東人 過大禮其實是需要一個金珠的 即是燒珠的意思 但是在福建人來說 其實燒珠是上山的時候 才是送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就有一個衝突 到最後他們解決的方法 就是南家決定 就不送金珠了 但是就用紅包來代替 嗯 是 其實是可以的 現在其實我們已經 都二千年代了 都是紳士代了 如果我們好像有一些類家 他們覺得不可以金珠 所以我們可以用紅包來代替 所以如果是 都可以現在好像 我們有做那些蛋糕 金珠 你看到好像很多人 寫那些金珠的蛋糕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有些是吃劑的人 他們不吃肉的 都可以用這些金珠來代替 嗯 即是都是可以做一個 一個儀式 一個代表 一個儀式 OK 好 Skaya 其實過大禮的儀式 是其實哪一位長輩 應該陪伴新郎哥 去進行這個儀式 因為以我所知 新郎哥雙方父母 是不可以陪伴做過大禮儀式的 嗯 OK 如果是過大禮 一般會叫阿姑 或者阿姨 那些長輩來代表出席的 過大禮 或者是朋友 那我也有餘過一對新人 在外國做工的 那父母呢 就是在這裏 然後又沒有親戚的 那如果真的沒有選擇之下 父母代表出席都可以的 哦 即是不一定行制住 不一定行制 因為我們要疏通一下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之下 沒有選擇之下 就一定父母出席 其實我有聽過一個長輩 曾經跟我分享過 即是我也有問過他們 為什麼新郎哥的父母 不可以陪伴過大禮儀式的 因為在古時候 其實南家的地位 是一個分家禮儀裡面 是很尊貴的 那說到老爺和奶奶 更加上等 那如果你叫老爺和奶奶 他們親自過去過大禮 就好像不太合當 所以在古事來說 就不鼓勵男家的父母去做這個儀式 但是至今現在來說都可以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因為現在我們都是現代了 我們都算是摩登多少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看多些禮儀不行 這個不行去控制 除非真是有些東西不行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之下我們就要去舉 去舉它 我們都會發覺到現在很多年輕人 年輕一輩都已經定居在外國 或者在外國工作 在當日吉日呢 過大禮呢 有可能是不可以回來 就舉行這個儀式 在這方面又怎樣解決呢 我做了九年 我也有做過香港人 有美國人 有意大利人 還有我們的馬來人 即是說馬來同胞 如果是他們的兒島 好像新娘子在這裏 她老公在意大利 那他們要怎樣去做過禮 是吧 那我們就是 一就是她會飛過來 安排時間她會飛過來 然後呢 或者是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找人代表 哪一位可以代表 她就是好像 女家她賣小東西 賣小過來的東西 需要什麼東西 這樣 那男家呢 就會拿錢給她 就直接交換錢給她 就可以了 哦哦哦哦 就是 都可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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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她在外國 她不可以飛回來 我們就是 女家這裏會忙一點 她會賣小過來的東西 全部東西 女家準備好 即是做個代表 代表扮小了 然後男家就匯分錢給她 哦 那除了剛才我們所談論的話題之外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 或者你需要 中谷 新郎他們要特別注意的 即是在過大禮 不要犯錯的 在過大禮當日 嗯 那過大禮呢 男仔 男家就會準備 所有的過禮的用品 全部拿去女家 到了吉士的時候 那麼女家呢 就要將她的禮餅 全部分一份一份出來 每一種是兩份兩份的 要分出來 要有一個 就是男家拿小禮的東西過去之後 她就拿去品祖先 或者品祖的聖明 那麼其實男家那裏 是要分出來之後 男家要拿回去品祖的家 即是說 他們會送雙份過來 是的 雙份雙份每一種是兩份兩份 那麼之後女家就要拿其中一份 就是分一份出來 是的 會拿一份出來是女家的 然後另外一份是男家的 哦 都有遇過就是 他們會過禮的時候 點了那個龍鳳竹 即是送禮的龍鳳竹 不小心點了 是的 就點了 如果點了 我們結婚當日 就不可以再點龍鳳竹了 就要買回普通的竹來代表 因為當日其實過大禮是應該點青香 青香和普通的青竹 可以做的 因為龍鳳竹是一對新人 是點一次的 是點一次的 就是這件事要小心點 對 要小心注意 是的 除了這件事還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呢 新郎哥他們 我們新郎哥要注意些什麼 最重要就是準備所有的用品 不要留下來 然後其實是新娘子要注意 新娘子 如果新娘哥到了新娘子家 新娘子就不要馬上衝出去 可以去接新娘哥 新娘子會先併在房間裡 先讓新娘哥的禮餅 那些金珠 或是全部的用品 拿進去家 新娘子才出來見新娘哥 哦 即是不要是新娘子出來迎接新娘哥 是的 不要 有些人說 勤勤清行家 你要去見新娘哥 就是這樣 所以新娘子 一般是在家裡 是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或者我也可以補充一下 都會有些新娘哥 是做一個錯誤的 因為過大禮其實是送蘋果和橙 但有些人就會說送你 你有聽過嗎 譬如說我做的時候 我都是會交代主人家 就是不要去賣你 因為有些人經常說 是利利利利的意思 分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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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所以這件事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賣錯生港 過來的 來到最後一條問題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是很有興趣的 其實現在 禮金的價格是去到哪裏 這個 是 本來我做的時候 很多男方會問我 例如禮金是多少 這些是私人化的 是私人化的 所以要看男家的誠意有多少 有些男家的誠意 要看男家的能力 如果這些 要雙方父母去談 去問一下他有什麼要求 如果是類家的父母說 不用禮金的 因為他不是迷女 他就不用禮金的 他可以用酒席來代表 即是座位 結婚座位 可能分分一個十位桌 或者二十位桌 是看男家 這樣代表是禮金的意思 都是可以 即是未必一定要用一個 錢的方便來用 不一定 因為現在 有些父母不是真的要拿那筆錢 如果一般上 現在男家有給你一個禮金 那女家都要回分一半 或者二頭分給男家 他可以明白 今集我們過大禮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下集我們將會探討 就是嫁妝與安藏的儀式 我們下集見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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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